今天我们请到现场的这位歌坛传奇偶像 他有着金字般的嗓音和火一样的热情 他堪称新中国的一代歌王 他的代表作 红星召我去战斗 北京颂歌 我爱五指山 我爱万泉河 等等等等 在上个世纪的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 广为传唱 家喻户晓 快至 热烈掌声欢迎李双江老师 李双江老师的这个歌声啊 他传递的真的是网信的一整个年代的那种气质 真帅 这个词特别的好 真帅 永远不论肢底或者表情 就特别的丰富 永远是高潮呗 永远是高潮 特别的满 特别的丰满 欢迎您李老师 欢迎您来歌声传奇的舞台 谢谢翔兄 您这不是折叉小声了 我得管您叫叔叔 就位就位 您这是真正的 我们老一代的人民艺术家 您这勾音太漂亮了 我对你有点意见 什么意见 您说 你比方说人民艺术家的词能随便用吗 大家觉得我用的随便了吗 不对 这个呀 盖棺论定 另外您说的那是中国歌王也名不歧视 您客气了 今天 今天也许能称王 过两个小时就有新人辈出 也不能称王称霸 艺术坛上 歌坛上 永远没有王一说 也是人民的歌手就对了 太谦虚了 您这嗓子太棒 真的金子般的嗓音 谢谢谢谢 小哥几个估计都有点含糊了已经 因为老大哥是山东人 哎哟山东乡亲们呢 热烈掌声 山东哪人呢 那时候就中国 闹土匪 河北混得下去 妈妈是河北人 他们 在德州大厦根 今天是回家 为老乡来唱歌的啊 哎呀 为乡亲们的 种庆合唱啊 逼到啊 您刚才开场唱这个 我爱五指山 我爱万全河 好像是在海南建省之前的某一年 春季晚会唱的 当时一唱之后 哎呀红遍全国 大家都特别关心海南 等于是为海南建省做了个铺垫的宣传 这首歌是七三年呢 嗯 录的音啊 然后这十多年就一直在 祖国的这片土地上在海外流传着 哦 一直到八七年 春节晚会我才去 露了一小脸 因为铺垫的比较好啊 一下大家很喜欢 七三年之前 但我并没有去过海南 拿到这首歌以后 呃我觉得 很好 哦 气势 很庞大 嗯 但是呢 没见过五指山 哎 也没见过万全河 嗯 因为刚从新疆回来 哦 总的脑子里想想 哎 我就按照昆仑山唱吧 哦 这一南一北 那个河呢 呃 我很爱塔利木河 塔利木河是我们内陆最大的一条河 哎 每年春天的时候天山万后雪水下来以后三十公里以外的地方都能听见河水的咆哮内陆河 汹涌入派 嗯 结果十多年过去以后 好多人说 双家你是个骗子 哈哈哈 他说我们那么爱五指山 那么爱完就喝 听着你的歌去找 嗯 你找 觉得他很秀美 啊 不像你唱的那么高入云霄 哎 万全河 也很舞眉 也不像你唱的那么奔腾万里 啊 我说我对不起 那时候没有深入深入 哈哈哈 唱的时候还没去过海南呢 啊 但是海南人民对我很好啊 他说在我们心中 我们的五指山永远是那么高颂 嗯 万全河永远是那么啊 明媒多姿 嗯 所以呢 后来大家也就理解了 艺术创作当中是允许夸张的 哈哈 夸张的好 呃 您是在中央音乐学院 嗯 学专业学音乐的 对 中央音乐学院比较难考 嗯 但是我从小喜欢声乐 嗯 自己决心 嗯 要报考中央音乐 嗯 但是胆子小 好 父亲呢 又不大同意你考中央音乐学 为什么 这个山东人很倔的 我跟你说 哦 山东人倔吗 说 哈哈 还跌就倔 哈哈哈 哈哈 这个 儿子 这个好好学姨 咱们从山东跑过来不容易 家里 家里孩子很多 十来个 爷爷奶奶 老爷老娘 呃 都需要一个大夫 要照顾 你小子就好好学姨 我说 不许学唱 不许学唱 不许学唱歌 行了吗 哈哈 哈哈 总之啊 对声乐是热爱的 嗯 因为热爱声乐也就不顾及一切了 嗯 就是您后来上了音乐学院 这腿没事吧 要唱歌就提断 哦 你打得腿 我爹很有意思 后来不是到新疆当兵了吗 新疆当兵的工资比内地要高得多 嗯 内地是45块钱 我那时候拿65块钱 嗯 再加上边疆补助 七八十块钱 参军的第一个月 全部的工资寄到家里去 我又寄了一张照片 受了中卫军险 寄了200斤大米 啊 我爸爸高兴了 说世代不同了 现在唱曲的这些人呢 还能当管 哈哈哈哈哈哈 啊 所以我父亲一下子改变了 对唱曲的 对唱曲的 哈哈 我们掌声有请李双江老师 坐上今晚的名曲鉴赏机 同样要把热味掌声献给今晚到场的500位现场观众 你们也就是今晚的名曲平定团 欢迎大家 今天歌声传奇李双江老师经典歌曲演艺专场的规则是这样的 由现场的500位名曲平定团成员 来选出 歌手的出场顺序 请看大屏幕 你最想让谁第一个出场 各位 请选择 应该谁的名字最好念 应该谁可能就上台的话 可能性就比较的高 熊汝林先生的话应该就比较安全 我们来揭晓今晚 哪一位年轻歌手首先出场 请看大屏幕 耶 你都好神父 好奇怪 好 美丽的夜色都成今晚 藏上只留下我的情依一生 像个远方的姑娘写风行 也可惜没有有力 原来转起 来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来来 来 我 无缓给我 你 我 追 我和你情依隐身 像远方的独角写红星 也可惜没有有的愿来传奇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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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姑娘就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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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小熊 小熊看来 在努力从第二眼美女 向一见钟情形情人转变 我真的在一开始接到这个节目说这一期做李老师的时候问我想选什么歌 我脑子里面蹦出来的第一首歌 其实我个人比较喜欢您在一个应该是一个电视节目有一个白色的钢琴唱这首歌 然后注意到最后还有一朵玫瑰花 然后今天 有一朵玫瑰花摆在钢琴上 对 所以今天也再现了一下 虽然这个是个黑色的琴 那是一个石油工人 从台上跑下来 说 他是陕西人 他逆唱的歌 聊得很 我送你一个玫瑰花 我爱你嘛 李爽姐 谢谢 谢谢 我很想给你送一朵玫瑰花 谢谢 谢谢了 小熊我爱你了 谢谢谢谢李老师 好 小熊 接下来你要指定下一个出场的歌手 你会选谁 呃 我选 季敏佳 你看 有请 季敏佳 加油啊季敏佳 小熊 走 小熊 走 走 走 掌聲不斷 可不斷 灰星太陽 白雲煎龍 高下风光 看不见爱情终 飞过 万重山落 高下风光 看不见爱情终 踏县腾哪 穿功一身 都市敦哪 创选模样 一起溜了 水飞潜力 穿之前哪 高山不断 隔不断的 灰山荡漾 白云千龙 高下风光 看不见爱情终 飞过 万重山有 Perform 愿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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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过来吗 愿不断 愿不断 喵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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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喵� 现场的500位名曲评定团 今晚的第一次投票 喜欢小熊的草原之夜 请按蓝色键 喜欢静敏家 这个打气磅礴的传功号组 请按红色键 请选择 一个浪漫一点 就是狂野一点 我比较喜欢浪漫的感觉 小熊女的感觉就是 我要选熊女的名 草原之夜 这是李庄江老师的经典歌曲当中 好像为数不多的一首情歌 草原之夜这首歌 应该是中国的小夜曲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 充满了爱情 这个爱情不是单一的男女之间的爱情 它是开发新疆 这种有一句叫可可达拉 就是绿色的原野 或者说可拉玛伊石油工人在开发采石油的时候所表现的那种 因为石油工人都从内地来 一种含义更广泛的爱 它是很广泛 它很真实地表达了那种爱的实质的情感在燃烧 我觉得小熊唱的这首歌呀 它是把一个小歌唱大了 这是我的歌唱的原则 小歌大唱 大歌小唱 为什么呢 它把当中的那个回肠荡气的那个本来是抒发感情的那个 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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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腔小调的东西变成了时代的一个强音 这它的功率不错 这个版本呢 我看将来小熊可以给我一下 我去找田哥同志商量商量 他也高台贵手允许出版一下 让时代的歌手们唱这种把异曲唱得也很振奋 激动人心 这个很好 真的非常的开心 我把这首歌献给你 谢谢 李老师您接受了 其实我注意到呢 今天有特别多的年龄大的长者 我特别想听听 他们接受不接受 年轻一代歌手 把他们心中这样不可磨灭的名曲 用这样的方式来演绎 我去看到前排这位老爷爷 能给他个话筒吗 我自己感觉我对音乐很有兴趣的 我觉得这种改法 我个人啊 接受不了 有什么说什么 您还是希望听到原来那个样子 原来本来就是一个草原职业 我感觉是个抒情曲 嗯 蹦蹦达达 蹦蹦达达的 我们真是 哈哈哈哈 这个有代沟我们能理解 有没有哪位老人家觉得这样也还能接受的 我作为老年人我们也可以接受 这年轻的现在是个创新 这样是时代的步伐 谢谢 好 我们来听听李庄建老师对女歌手的看法 我对这首歌是下来很大的功夫 哦 因为我刚才已经说过了 我说我必须得体验生活 电影陶家周作曲家 今年也八十四五岁了 哦 重庆长大 炒天门码头 长大的 我接到这歌以后 我一看到 哎呀 好歌 力度好 唱出了中国人民的这种豪情 然后 我就 带了一个战士的心情 到船工 我很爱他们 他们是夏天一身汗 冬天汗一身 而且为了从上游到下游去有72个断魂摊 那就是要玩命 叫拼命耗子 这耗子还有不同类型的 大概有几十种耗子领头的人 然后冲过净刀海浪 海招海招海招 穿河浪哦 踏险坛哦 先攻一身 一身担闹 这种假的 从下游往上游走 就要拉欠 哦 拉欠是很苦的 船工们呢 一拉就是几天几夜 有的那个船工 有个传统 都不穿裤子 因为穿裤子就会把装磨破 特别 那您也吃身裸体了吗 吃身裸体 这些船工 要不然 能唱过那个 到了萍水的地方 逃生不断 戈不断 回生荡漾 白云佳楼 高下风光 看不尽那青州 飞过湾丛山 然后前面又遇到青涛海浪 咬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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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一起来哟 狂气狂气就来了 总之我觉得他的改编 他的创作 他还是很有时尚精神 这个代沟实在是没办法 我们还是要鼓励他们 他们能这样热爱我们的歌 也许能传承下去 要不然 下一辈子没人唱了吧 靳敏佳 今天这服装造型可是面貌一新啊 特别好 特别适合你 我有想过穿一身传功的衣服来唱 不 那个李川教授说了 穿功是不穿衣服的 请给我三配音 现在我们就揭晓这第一轮的投票 请揭晓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应该就是匈辱林 人气在这里反面 也未必 欢迎回到山东卫视 继续收看银路歌声传奇 本节目由银路食品集团独家冠名播出 祝贺季民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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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小熊 来 季民佳 请告诉我们你选下一个出场的歌手会选谁 关哲 妈妈 你听 这一箱准使我爸爸放 爸爸你听见了吗 多脆 其实大家刚才听到的这句台词呢 是来自电影《山产红尘》当中 潘东自个剧非常经典的台词 我今天穿的这件衣服 也是我小的时候 演舞台剧 特别珍藏下来的一套衣服 虽然说有点缩水 有点小 但是如今的潘东自已经长大了 变成关东自了 我积攒了很多很多一种小红流星 小的时候我们那时候蛮流行的 红色的还有那种银色的还有金色的 在那种学生冒险中间一代 感觉到那个时候 可能代表我们那个时候的时尚 在那种学生冒险中的一种小红流星 小小豬排 江中有 微微青山凉岸 我都是江中的轶下来的 我都可以给你开饭想 war 我都可以给你开饭想这个 我都可以给你开饭想吃这个 他的样子 我这个喜欢和那种大仙 我都可以给你开饭想吃这个 然后我给你开饭想吃这个 我都可以给你饭想吃这个 我都可以给你开饭想吃这个 我都可以给你开饭想吃这个 小小竹牌 江州洪湧 滔滔江水向洞流 红星山山亮 叫我去战斗 革命代代如潮涌 千夫好奇更荡草 千夫好奇更荡草 在最幻的地球世界 万里江山披荆袖 披荆袖 在最幻的地球世界 万里江山披荆袖 万里江山披荆袖 谢谢观哲 一动不动 都是他自己的那个形象 然后做了那个纸牌 就表明后面的那些嘟嘟 咚咚 那些各种全是他自己一个人搞定的 观哲观东子 他一直是一个人在战斗 所有的伴奏都是他一个人一张嘴来完成的 其实我看到李庄江老师真的今天超紧张 今天我看到了我和我爸 共同的偶像 真的 而且我的妹妹 也是李庄江老师的学子 解放军音乐学院的学生 叫关明阳 你应该知道 我知道 我的亲妹妹 问他好 谢谢李庄江老师 关哲你提到了李庄江老师的学生 大家都知道李庄江老师自己唱得好 而且交得也好 桃李满天下 有很多学生都是大名鼎鼎 咱们来看一下大屏幕 韩红 夏米丽 还有唐青 为嘉 等等等等 太多太多我们耳时能详的这个歌唱家 都是您的学生 闪闪的红星这部电影 七十年代 七四七五年吧 怎么能够让现在的年轻人理解 潘东子当时有多红呢 观哲 我觉得就有点像前些年哈利波特那个地步 我感觉是 是吧 那潘东子就是我们那个时代的哈利波特 那时候严文文同志告诉我 他说李老师 那时候我为了看这个电影去听这个 我跟着那个放影队的那个车跑 每天都要听一遍 不听我就睡不好觉 本来电影里的没有 剧本里的没有这首歌 哦 是我们作曲家 他福耕臣同志 看到这个剧本里有一个台词 东子长大了 翅膀也硬了 送他到冒名米店去卧底 为党多做工作 说这里不就是一首歌吗 小小猪排顺流耳下 这首歌就是剧组的工作人员向这个导演 讨来的一首歌 要不然这首歌就没了 这个加的好啊 这么经典 今天我们要请一些李双江老师的真正的老歌迷 来现场演艺翻唱李双江老师的歌 有请他们 我看他没唱的 就完江太阳一走 我的眼泪都要出来了 您几位能不能自我介绍一下 来自哪里 大爷大爷先别着急唱 我这呢大爷 您贵姓 我姓姓 您来自哪里 家在大明湖这个这住 您今年多大年纪 六十四周岁 谢谢 铺青少年是非 屎人 哪怕风雨都 和 fought 你天全非 豎年忠诞生 Waveがぜひ 热情 让你教堣 には Spoiler remot bras 三岁万岳的九世间 万里江山积极修 积极修 三岁万岳的九世间 万里江山积极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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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棒了 太棒了 谢谢李老师 李老师我得 您得说说 您听他们闪闪闪闹想啊 牛腿呢 李老师 真是回家的感觉真好 这个我们年轻人 有自己的感觉 我们老一辈无成 这些哥们家们也有自己的感觉 那样的可爱 他们能够走到上台来 就说明他们最生活的热爱 对文化与艺术的制成感情 双江很感动 我想这些老朋友们 那么喜欢这些美好的歌曲的老朋友们 深居一共 谢谢 祝愿他们永远年轻 永远快乐 永远像东子那样年轻 而又可爱 谢谢 谢谢 接下来我们就揭晓这一轮大家的投票结果 好不好 请揭晓 祝愿 祝愿饼家 祝愿饼家 又过了一关 谢谢观哲 谢谢观哲今天给我们带来的一个人自己绊斗自己唱这段非常有心意的 红星赵我去战斗非常 还有三个人 两个女生 杨阳 王毅杰 一个男生 袁承杰 你选谁 选一个男生 有请袁承杰 加油加油 我送他出去 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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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所有参加歌声传奇中最放松的一次 好加油 我送到这里了 你去洗手间哪 杀 李明俩 我说 借你快点 也然 tapi osexual 少 beauty 自从那天的商聊到 我们就把你爱欣赏 冬桥的悬崖 汹涌的海浪 高高的山峰 宽阔的海洋 啊 祖国 亲爱的祖国 你可知道 暂时的心愿 这儿真是我最愿意守卫的地方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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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雾满山飘 海水绕海角 人都说赞刀儿荒 从来不长一棵树 全是那石头和茅草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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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赞战士在山上 光脚那黄脚变模样 搬走那石头 修起那荫芳 再上那松树 伐木诖 牛羊 blues 吗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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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祖国 啊 体型爱的祖国 你可知道 沾ant水的心愿 啊 啊 而就是 我们 第二个 故乡 喜欢袁成杰刚刚唱完的《战士第二故乡》 请按蓝色键 继续支持金敏佳的传功耗子 请按红色键 请选择 这首歌自己演绎上是怎么想的设计成这样一个曲风 因为我没有当兵的经历 但是我有那个学军的经历 军训 短短的15天 我就非常觉得战士太可爱 然后你知道那天最后一天 那个战士离开我们那个大学校园 要欢送他们吗 我们所有班的同学哭得稀里哗啦 就觉得那个教官走了真的很 舍不得 那时候我们就轰那个教官说 教官来一个 教官来一个 唱表演个节目 教官那时候唱的就是这首歌 就是我记得他很 用那个那种军人的那种嗓子在唱 那军人嗓子唱的时候都是 一二三四一二三四那种唱法嘛 他那个时候唱也是这样的 云雾满山飘 海水绕海桥 就拉歌的感觉 拉歌的感觉 就今天 很有渊源啊 对对对 和李老师如果说能表演他的歌曲 我就挑了这首 李老师您看 就您的歌的生命力啊 它非常的强大 非常旺盛 这首歌 是58年有一个战士老兵 叫张焕成 在岛上当了四年兵要回家乡了 表达一个对自己这个岛的热爱 写了那首打油诗 中国著名的我们军队的作曲家 沈亚威就是写那个中山风雨 起苍狂 就这个作曲家 毛主持人 他是南京军区的文化部长 到这个岛上一看 哎呦这首是好 这不是一首歌吗 于是就做了简单的修改 就唱起来 但这个战士呢 就复原回家了 结果后来这首歌呢 在沈亚威独唱 因为唱红了 张焕成这是我们军队的 一个业余作者的一个榜样 所以后来这首歌呢 也是我的保留曲目 我就唱来唱来唱去 我觉得我没有他唱的那么钟情 那样自如 也许我们年轻的战士 会在表演上 和他的思路是一样的 我们的孩子们 大家都会这样唱 哎 而不像我们这样唱 拉起来像歌唱家一样 那么唱 我觉得很好 很有生命力 哎 所以今天对我起敌很大 您当兵在新疆那段时间 是当文艺兵还是当普通战士 我是63年参军 66年文化大兵 很好地给战士唱了三年歌 三年歌一歌以后 文艺团就被冲击乱了 所以我就没有资格了 那么我天天下部队 我当部队和战士们在一块 去拉骆驼 去当炮兵 去当骑兵 去当坦克兵 当催士兵等等 您还当过催士兵 我当过催士兵 大锅炒饭那种的 大锅炒菜那种 当然了 用铲子 用铁销炒菜 那时候我们粮食呢 是每个边防站是45斤 哦 我们63年开始有粮票了 63年的时候呢 我们就把我们的粮食 每个连队拿出了十斤 支援少数民族 我们支援了十斤粮食以后 每斤粮食给我们十斤土豆 于是我们天天吃土豆 中午是土豆块 早晨是土豆丝 晚上是土豆片 就是一天 一边切菜 我是得到了切菜能手的成功 哦 切菜能手 但是战士们吃了土豆以后 消化不好 晚上放屁很低 但是连队的联手掌门听到 战士们放屁就高兴 因为通畅 说陕西战士连长 说啥讲 你不知道 这个战士们的屁越像 越捅他 越没有毛病 要是没有屁了 你就用麻达了 虽然艰苦 战士的生活很向上 很团结 很有战斗力 所以今天 双江能够唱那么多歌 那么多 还那么年轻啊 感觉 大概和十年战士的生活 有点关系 双江今年已经73岁 看不出来啊 我觉得十年战士的生活 让自己活到老 年轻到老 希望大家都去当兵啊 好 接下来我们来揭晓这一轮大家的选择 金敏佳会继续留在舞台上吗 还是袁承杰留下来 请揭晓 今天的这场比拼的话 压力最大的反而应该是金敏佳才对 虽然现在成绩比较不错 因为她是兵啊 她是军人啊 祝贺金敏佳 谢谢 祝贺金敏佳又获了一关 谢谢小元 谢谢 我们请金敏佳 选出下一个出场的歌手 现在 本期节目只剩下三位女歌手了 除了金敏佳之外 还有杨阳和王毅杰 是杨阳还是王毅杰 杨阳 有请 杨阳 有请杨阳 吻 dipped 葳葳 skip 斌 it 对 唯独 Unto 属职站 独裙并行 不知 蹦 高 山 高 望着心里的痕迹 地上跟地水上 地上跟地上 地上跟地上 地上跟地水上 望着心里痕迹 地上跟地水上 啊 望着心里的痕迹 地上跟地水上 地上跟地上 地上跟地上 赢了赢了冠军 一鞋还在这里是吧 黄鞋还在这里呢 来我们让现场的五百位名曲评定团先投票 喜欢杨阳刚才唱的毛主席的恩情比山高比水长 请按蓝色键继续支持季敏佳的传工耗子 请按红色键 请选择 中江老师 又一位女歌手唱的怎么样 他能选择这首歌说明他很 很有勇气 而且很有个性 很美很亮丽 一旦歌声好 没有国界 尤其是像歌颂毛主席这样的歌 飞向了很远的地方 被人们所接受 这也是我们很高兴的一件事 谢谢李老师 我想今天在现场的很多老人家坚持到这个时候 完全是因为李双江老师的魅力 还有这些老歌的魅力 所以我想大家想不想听听双江老师的 这一版毛主席的恩情 必山高 必水长 哪怕只来两段 哪怕只来两段 一位金刚山 一位金刚山 高 滚滚沿河水长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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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高碧水长 啊 三颂毛主席的歌 天带穿蓝带 好 那接下来我们揭晓这一轮大家的选择到底是姬明佳留下还是杨阳留下呢 请揭晓 祝贺杨阳 祝贺杨阳 谢谢姬明佳 好 接下来有请今晚最后一位出场的歌手王一杰 祝贺杨阳表现特别特别宝 特别特别的舒服 让人觉得很窝心 真的是这样 所以说 虽然有压力 但是抱着零压力的状态上去 王一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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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会 泪回我 再见吧 妈妈 再见吧 妈妈 云号一吹响 钢墙一擦亮 我心转一飞后 准备要出发 你不要悄悄的流泪 你不要把耳牵挂 等我从战场上开旋回来 再看望我 亲爱的妈妈 等我从战场上开旋回来 再看望我 亲爱的妈妈 你不要把耳牵挂 你不要把耳牵挂 我被妈妈 藏着泪花 再见吧 妈妈 再见吧 妈妈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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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王毅杰 有请杨阳 王毅杰 上名曲评定席 支持杨阳的 老主席的恩情 比山高 比水长 请按蓝色键 喜欢王毅杰的 再见吧 妈妈 请按红色键 请选择 他跟泱泱比起来的话 真的 互相上下 猜猜猜猜猜猜猜 王毅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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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强老师 大家偷完票了 您来点评一下今晚 最后一个出场的女歌手 王毅杰 再见妈妈一唱 我的眼泪 又一次流出来 我老娘跟我在歌舞团 生活了27年 每次有一首新歌 我必须唱给我妈妈听 你别看这个山东老太太 她的鉴赏力很好啊 有时候唱一些歌 她说儿啊 我挺懂了 那你就到部队去唱 战士肯定欢迎 我一唱 儿啊 涂不涂 羊不羊 还没挺东 你就先别拿 你就放一放 生瓜蛋子 再琢磨琢磨 这首再见妈妈 我低着头给娘一唱 一抬头一看 我娘泪流满面 儿啊 后娘都会感动的 后娘都会感动 所以母亲的歌是永恒的主题 嗯 战士爱国 爱人民 用生命去夺取胜利 这是一个永恒的主题 所以 她的歌声多情 语言非常清晰 情感非常到位 我看 此作家 曲作家 跟她商量商量 这个版本 她一定会很喜欢 因为我觉得 很多情很多情 反正大家已经投完票了 您猜一下 谁赢了 手心手背 都是肉 我不愿意从我的嘴里说 谁赢 好吧 你们双赢 好 我们来揭晓最后的 秘底到底是 一劫胜出 还是羊羊 请揭晓 好 诸贺王一杰 诸贺王一杰 谢谢杨阳 有请李川坚老师 为王一杰 颁发歌声传奇的冠军奖杯 好 冠军奖杯 真猜实料 非常 非常的精致 沉甸甸 第一次摸到 祝贺一杰 第一次获得歌声传奇的冠军奖杯 终于知道这个奖杯有多沉了吧 真的很沉 把玫瑰花 却给毛主席的恩情 删高 谢谢老师 谢谢 祝贺一杰 谢谢杨阳 最后李川坚老师 在我们带来一首 有那么一个地方 有那么一个地方 都说不怎么样 主旧了就是我们可爱的家乡 这个地方山高水也长 走过两人生 走过两人生 齐去也疯狂 这个地方 是苦是甜头和欣赏 走过两人生 离开它 总要留下 走过两人生 有那么一个地方都说不怎么样 住久了就是我们可爱的家乡 这个地方山高水也长 离开他总要留下鸽雷两航 鸽雷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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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李创建老师 谢谢鸽雷热爱你们 我们也永远爱您 谢谢李创建老师 谢谢我们的六位年轻歌手 谢谢我们的山河老师和他的高速公共乐乐队 谢谢NU合唱团 还有我们的洋洋老师和他的上海风工厂舞团 特别还要感谢牛库网齐鲁网 新浪微博搜狐视频 腾讯微博网易娱乐 奇异网人人网等合作媒体支持 同时还要感谢腾讯拍拍 为我们提供的观众短信互动奖品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下周五晚上和我们继续一起锁定山洞卫视 在歌声传奇中 一起度过愉快的一个夜晚吧 下周五晚重磅传奇 鸿枪发声 现在还能记得你的解说 原来你是我的中视观众 我是你粉丝 我刚才没好意思说 有拍马屁 真嫌你这 她的歌迪到三十年风雨 她的帅针穿透岁月大快人心 亲爱的 大家 我 我 我真说了 你该说不说是吗 万一后悔了 完了事儿之后 告诉导演给你提醒 那个 伟娘啊 男的叫伟娘 女的叫纯爷们 不 我没说 我不说了 我都扯了 我 最早是宋丹丹吧 学我 还是蔡明她们都学我 学我的时候就是都扯了 我才知道 那你生他们气吗 我没什么生气 我们想听听那个娇媚的田贞是什么样的 我自己给自己吓套 小娇媚到什么 我那时候真的是学等的 学等的 那你现在还能学是邓丽君吗 学两句 我们看是不是更娇媚 像不像 还有这样 期待一样的签证 不一样的银路歌声传奇